妈 别再说了 你要再说的话 我觉得两家人没有必要一起吃饭 婆婆的卓子正在热播中 田明饰演的刘姨妈妈性格鲜明 霸道泼辣 天心又自私 吸引了许多关注的目光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角色 以及演员的故事 在剧中 刘妈妈出场时 穿着一件丝绸滑服 戴着珍珠耳环 浓妆艳抹 整个人看上去珠光宝气 贵气十足 当她得知女婿迟到以后 她带着怒气说 你要知道赌珠 你可以早点出发嘛 要我说啊 会小看我们外的 就是小看我们外地人 一句话 就将生活中普通的小事 上升到地域矛盾和人生攻击 这老太太简直就是挑事达人啊 她的服装穿着如此贵气 但是说话却又粗俗浅白 一面身穿华服彰显自信 而一句外地人 又暴露出内心的自卑 刘母的扮演者田明 不愧是实力派老戏部 只用一场戏 就让这个人物的矛盾性格展现出来 令人印象深刻 剧中饰演的刘母 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明明儿子和女儿都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天明今年55岁 虽然人到中年 但她一直是一个爱情至上的女人 我想找一个灵魂的伴侣吧 我是把爱情放在第一 天明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中 父亲是博物馆馆长 母亲是歌唱演员 在父母的影响下 天明从小就喜欢表演 热爱艺术 长大后 天明成为了一名演员 1991年 他开始出道拍戏 在90年代 整个社会都比较朴素 那时候的演员只是演员 而不是明星 26岁的天明 怀着一颗演员梦 扎根在不同的剧组 上山下乡 默默地拍戏 在农村拍戏时 天气炎热 又没有厕所 还有许多蚊虫 条件很艰苦 面对这样的环境 天明一点都不矫情 也不曾抱怨 2006年 他接拍了公益题材电视剧 《不计较报仇》 我半夜1点钟到的剧组 然后造型到3点 早上5点钟滑上就拍这场戏 因为纯粹的热爱艺术 热爱表演 当天明看到行业乱象时 会勇敢地批判揭露 这就是天明 一个漂亮却不矫情 热爱表演 又鄙视浅辉泽的女演员 因为有个性 天明在圈内的异性缘很好 他和英达 杨亚洲 李承如等行业大佬 私交很不错 在拍《美丽的事》时 天明和英达拍完戏 就在学校附近散步 谈典故 谈人生 谈理想 成为知己好友 因为关系好 天明和英达一度传出绯闻 而天明表示 轻者自轻 其实 当时天明的身边 早就有了恋人 两人在一起很多年了 感情很稳定 只是作为公众人物 天明不愿意将私人感情 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中 因此 他很少提及男友的身份 以及恋爱的细节 直到2013年 天明发文宣布 和男友分手 再见 我的爱 而后 他在节目中 谈到了这段十年之恋 天明表示 他们曾经很相爱 而后呢 却慢慢走散了 因为不爱了 所以选择分手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 相爱在一起 这种婚姻才有意义 如果两个人 看似是结婚的 但其实在感情的沙漠里 正不如我一个人 这样挺好的 如今55岁的天明 依旧是单身 但这并不妨碍 他把人生过得多姿多彩 天明从心底里 热爱着表演 热爱工作 近年来 他街拍了三十而已 《我在北京等你》 等电视剧 通过戏剧演出 体验不同的人生 将好作品奉献给观众 阿欢也祝福天明 未来的生活更美好 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你知道的 你最在乎的是情 我最在乎的是情 谢谢大家